这是洗干净的排骨 排骨不要切的太大块 小一点好 也不用焯水 先加入一勺酱油 加一勺盐 一小勺生粉 一点点料酒 用手抓均匀 腌制一个下水 番茄也切成小块 打一个鸡蛋 现在来把排骨粘一下粉 先粘一下鸡蛋液 再裹上一层生粉 有温热了可以开始炸排骨 炸了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排骨 让它每一面都受热均匀 再裹炸一遍 碗里倒入两勺番茄酱 加入一点醋 加入两勺白糖 喜欢甜一点可以加多一点 加小半勺生粉 加一点水 炒成酱汁 锅里先倒点油 把青红椒放下去炒一下 翻炒一下就烙出来 炒一会儿 倒入炒好的排骨 翻炒 翻炒到每一片排骨都裹上 这个番茄汁 接着把菠萝和西藏丝放进去 差不多收汁了把青椒放进去 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 翻炒一下就可以出锅 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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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炒一下 第二明天 2 2 3 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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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